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满云的春色可是尽收眼底 而且一进浓妆就有一个大鱼塘 我可不能放过这种浑水烙鱼的机会呀 要捞得不错吧 好 是吧 什么好法 我们这个鱼啊 千道湖有鸡鱼多 陆至鲜的 对 你要是要不得我再来一条 好呀好呀 这么大一条啊 最小的多大 最小的都有七千万到八千左右 天哪 那你们家有什么样的烧法呢 烧法呀 我这里我们农庄 烧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这里特色的就是 那个 我想吃辣的 有没有辣一点的 就是 就是 麦克特真正的辣 这个味道出感 麦克特是什么 麦克特就是自己做的那种 面 越有主食 对 大叔还说 在他们家 散养鸡也是食客们的心头号 这里的散养鸡肉质鲜美 搭配特色的农家面疙瘩 更是香辣爽口 等了十几分钟 菜就上桌了 哎呀我跟你说 来看一看 这只鸡黑色的爪子 暴露了它尊贵的身份 因为据说 好像是黑颜色鸡爪的鸡 味道要更好一些 是不是这样呢 我来尝一尝啊 来 蘸点酱油啊 很期待它的口感啊 这只鸡啊 它的肉太紧实了 而且非常的香 我跟你说 到这儿来吃鸡啊 你不用担心说 吃的是土鸡还是羊鸡 保证是土鸡 你看这个地方 离菜场那么远 他们去哪儿卖羊鸡啊 味道不错 再来尝尝这个啊 我之所以先吃鸡 是因为鸡的味道 比较原汁原味 比较清淡 而这个鱼呢 你看看上去啊 就很辣 远远的看去呢 你看这些东西 像不像水煮鱼片啊 其实不是的 是马卡达 来尝一块 先尝尝马卡达的味道啊 这个汤料 它是怎么样熬出来的 真好吃啊 这么普通的一块面 疙瘩放在里面 居然那么的鲜 而且这个鲜味 里面还透露着鱼肉的香味 我觉得 我现在不用吃鱼肉 就已经可以感觉到 它有多入味了 哎呀 这个浓妆真的太神奇了 这道菜太对我的胃口 我相信所有喜欢赛车的朋友 喜欢速度与激情的朋友 吃到这个鱼一定会感觉非常的爽 好 我不都说了啊 马上我要把这个鱼吃完了之后呢 继续我们的踏青之旅了 好 来 来 第一站舌山调园山庄 带着了农家乐 刚刚带大家在舌山吃了一顿农家乐 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 其实啊 这春天还是吃笋的好时期 这不还是在舌山 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 吃春笋的好地方 我从山中来 带来兰花笋 唱错了是吧 哦 重来啊 我从山中来 带来兰花笋 哎呀 你不要打断 我没唱错呀 不是 我要唱的不是兰花草 我唱的是兰花笋 哎 没吃过兰花笋是吧 你看我身边都是兰花 怎么可能没有兰花笋呢 我跟你说 兰花笋还真不在这 在盘子里面 清明踏青第二站 花海生态游锁定方位 陈山植物园上忙里游 兰花幽香色彩斑斓 雨后春笋香味脆爽 你一定要问了 在这儿赏赏兰花 怎么就要吃兰花笋了呢 您别说 这儿还真有 不是兰花和笋的嫁接品种 而是舌山这儿的特色美食 您瞧 大伙可都在吃呢 你好 远远就看到中央有这么大的一个笋啊 感觉是刚刚从弟弟挖出来的似的 这个是刚刚挖出来的 真的是刚刚挖出来的 您听着过来到这边来吃也是游玩的 对 我们是几个朋友早上过来踏踢 到陈山植物园 然后中午过来吃一个中饭 我感觉他比您还喜欢吃这个野菜吗 对 他从来没吃过笋 这是他养出来第一次吃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钉着这个笋吃 你看他脸上吃得来一踏步 这是什么笋啊 据说这是舌山上的一种笋 叫兰花笋 他一吃 有兰花的味道 正好经这两天嘛 植物园在展览兰花嘛 我是带着一家 一家子来看兰花的 然后顺便到这里来吃这个兰花笋 对对对对 看来这兰花笋颇受时刻喜爱 而且这里的做法也有点特别 一整只笋直接给您端到桌上 这个笋还真沉呢 这个笋是哪生长的 这个笋是每天就是舌山 舌山那个山上 我们的过去也叫兰笋山 这是康熙年间 康熙皇帝命名的 过去现在叫舌山 过去实际叫兰笋山 就是说山上我们当天采摘下来了 每天每一味食客都吃得都是当天采摘的 但是这个每个净重量有3到5斤左右了 对的特别重 这么大的个的不是很多 每天都十几个左右 十几个左右 还有一些小的 我们架工存在其他的品种 那你们这我看啊 刚刚外面菜图上有好多个品种 你们这一共有多少种吃笋的方法 那个笋呢 那品种太多了 像家常的烟多虾啊 油焖笋啊 说笋丁草还很多 但是我们呢 我们因为每年呢 在四月份左右 舌山有个兰笋节 我们厨师一个团队 开发了几十种品种 从冷菜到点心里面 有几十种品种了 对 这兰花笋别看个头大 笋肉可是非常鲜嫩的 配合鸡肉和窝笋一起清炒 口感清爽滑脆 是这个季节踏青游玩的不二美食 我觉得这个菜的摆盘特别有意思 你看往里面前一摆啊 感觉你还在植物园里面 看着那些植物啊 来赶快尝一口 它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 哇 这个笋非常的香脆清甜 那个脆的感觉 我相信刚刚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 我嚼的时候就是 不停的有嘎砰咕砰的声音 如果让我来给这道菜取名字 我会取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 大自然的恩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道菜的烹调的成分很少 主要就是靠这个食材的鲜味 来提升整道菜给人的感觉 但是您在家里就是没有这样的食材 所以想要吃这样的好吃的笋的话 还必须上这儿来 趁着这个大好的春光啊 咱们在植物园里游览一番之后 来吃上一份春笋 感觉太棒了 而且关键是在他们家吃笋 这个笋有很多很多的吃法 您一次来还不一定能吃够呢 新鸣踏青第二站 陈山植物园花海生态游 这个周末肯定很多朋友想去赏樱花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故村那边 找找看那里的美味小吃 让大家边赏花 边尝美食 在这里我们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故村公园的门票是美味二十元 来看看我身后 哇 有一句上海话这就是 这是哪呢 我给你们提示一下 这是一条美食街 但是既不是黄河路 也不是云南路 也不是无江路 它是故村公园里边的一条通道 而这通道两旁全部都是卖好吃的 这些人呢 全部都是来赏樱花的游客 他们赏完了樱花 就来吃点好吃的 樱花可漂亮 但是有什么好吃的呢 我们去看看啊 晴云踏经第三站 浪漫樱花游锁定方位 故村公园小吃街 上榜里游 樱花浪漫极多时 美味小吃随心吃 漫山遍野的枣音 争相绽放 远接成一片花的海洋 从入口出的战道进入 取近通幽 穿梭在樱花林间 煞实浪漫 而将近八百亩的樱花林里 有好几处小吃街 可以说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了 人很多今天 你是七年龙过来的 我中午左右吧 十点左右 我看这边很多小吃 你觉得哪些是比较好吃的 像鱿鱼啊 潮潮臭豆腐啊 都不错啊 每一个汤位前都是人头积极 各地的小吃魅力无穷 而最吸引我的 那就是我们武汉的豆皮了 我刚刚过来啊 你们这生意真不错 一锅刚做好的 一下就卖完了啊 那你们像这边的话 一天大概要卖几锅呀 一天大概一百锅左右吧 一百锅左右 我们那个上面撒的那个东西是由什么样的食材构成的 我们湖北的特色食材 那个冬笋 香菇 肉丝 鸡蛋 糯米 现在这个步骤就是摊一个蛋皮对吧 对 蛋皮跟豆粉做的 对 咱们待会是要把那个糯米盖在上面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在武汉那里叫马子 就把马子撒在上面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这两锅都卖完了 这是新出来的一锅是吧 这是多少钱 你们这多少钱一份呢 十元一份 十元一份 两块是吧 三块 那我来一份吧 来一份 来一份 在现在啊 武汉人的早饭都少不了豬豆皮 我来吃一口他们家做的 是不是够正宗啊 一刚四 点包呗 其实不是啊 但它外面这层确实是蛋皮 蛋包饭也比较形象啊 来咬上一口 真的很正宗啊 很不错 因为这层蛋皮 一定是要煎得很香脆 然后里边的这个 这个糯米的一定是要很软糯 再加上像这些辅料 一定要够入味 然后三种味道在一起 才是它最地道的味道 再看看四周 烤鱿鱼烤肉 泡菜年糕 选择的品种很多 这排队的人啊 更多啊 好多人啊 我都不知道 让它从何排起啊 那边有人已经拿到了啊 你们等了多久啊 等了大概十分钟了 我看人好多啊 从哪边开始排队啊 后面 这么长啊 这么臭吗 闻起来臭 吃起来特别香 这个臭豆腐 可以说是队伍最长的摊位了 我看你们臭豆腐有两个品种啊 一个黑一个白是吧 对 一个是长沙空运过来的 哪个是长沙空运过来的 是黑的 黑的 价格的话 这个空运的和不空运的是一样的吗 价格都是一样的 十块钱一份 好不容易买到了臭豆腐 我从队伍里钻出来 差点找不到摄像机了 哎呦 我找了半天摄像机在这啊 哎呦 我终于买到了啊 排了好久 哎呀 好多人都是这个好吃 我来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啊 哇 这种黑黑的臭豆腐 我真是很久没有见到了 哎呀 我今天是大开眼睛了 没想到今天过来赏花啊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可以挑选 所以完全是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如果你想赏花又想吃美食 就赶紧过来吧 第三站 顾村公园小吃街浪漫樱花油 刚刚我们是吃完了顾村的小吃 你想下啊 如果赏完了樱花 要是能再和朋友们一块来吃上一个火锅 别提那有多欢乐了 哎呦 哎呦 哎呀 我不是因为花粉过敏打喷嚏 我是走着走着啊 在公园门口闻到了浓重的 哎呀 火锅味啊 他们家火锅是什么样的一个底锅 为什么这么的冲鼻啊 我进去看一看了啊 新名踏青第四站 舌尖麻辣油 锁定方位 顾村公园二号门 上网里游 美食街闻香寻美味 怀旧老锅一游未尽 这赏完了樱花 也不能忘记寻找美食啊 这不 我在顾村公园边上 就找到了一家火锅店 生意还真不错 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食客呢 从重庆过来的这个怀旧老火锅 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还有一个骨头骨鸳眼 谁说我们的点击就最高的 就在我们店里面点击就最高的 这个我们现在摆面 这是个清水锅对吧 这个这个我们也 这个里面就是换点葱姜 然后干辣椒 然后加花椒 然后炸过了之后放到里面 有一种这个干鲜的口味 但是这个调料倒是后面要加进去的 对要加进去 我看到你就有两块 这个是麻辣麻辣锅里 这个是这个就是怀旧老火锅 怀旧老火锅 对对对 那这个麻辣锅的这个好像跟这是一样的嘛 就光看的话 看上去是有一点区别的 但是如果你两个比起来的话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它一个阳子比较重一点 一个阳子比较轻一点 现在锅开了就已经可以下了 现在可以下了 现在就可以下了 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一块是四分之一宝 是吧 四分之一 没关系 我这一点不怕辣 我越辣越开心 无辣不欢喜 我说 我这一句无辣不欢喜 师傅可是不停地往里放底料 据了解这个重庆老锅底 还是比较辣的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吃辣的程度来放底料 是鸭针 鸭针 鸭针改刀改得很漂亮的 对对 这个也是在里面稍微小涮一下就好了 这个稍微涮 稍微涮了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它开成花的形状 对对对 就可以吃了是吧 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白白的东西 鲜豆腐 鲜豆腐 这是豆腐啊 鲜豆腐 这个吃起来口感是鲜豆腐 这个像没有炸的麻花 就剪在这里 对对对 这是豆腐做的 对对对 这是哪儿的 哪儿买的 这是重庆 是我们总公司 总部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对对对 这个下去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口感 这个吃起来口感很有弹性的 很有嚼劲的 跟一般的豆腐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涮菜都很新鲜 口感上除了麻辣 更有一种爽脆的感觉 特别是那种长得像麻花一样的豆腐 让我赶快来尝一尝吧 哇 这个开锅之后啊 真的是 哎呦 认不住又要打喷嚏了 不光是辣的那个香味啊 非常的嗆敌 同时这个香料的味道也很浓重 我在这里非常明显的可以闻到 我已经按捺不住 我的小神经了 我也对这个豆腐 很感兴趣啊 现在已经煮好了 看看和一般的豆腐吃上去什么 哎呀 哎呦 话没说完 还捞不起来你了啊 哇 很嫩啊 这个看来是要用勺子 我感觉要用筷子这样煎它 就觉得特别的软糯 不知道嚼在嘴巴里什么味道 嗯 哎导演 你确定这是豆腐吗 我怎么感觉吃上去是有一种年糕的口感啊 一般豆腐吃下去的话 不管是冻豆腐也好 还是老豆腐也好 它的那个口感都是 要用牙咬一咬的啊 一定要咬一咬 如果是嫩豆腐的话 一米就碎了 可是它的口感是介于嫩豆腐和老豆腐之间 咬下去呢 非常的软糯 就跟年糕似的 但是呢 又有那种浓重的豆香味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来这边啊 赏花 不仅是可以享受到 视觉盛宴 欣赏到 一片片的花海 哇 还可以见证这么多的美食 你看看 有小吃 还有这样的火锅啊 而且这个火锅非常有特色 所以呢 我推荐 如果说 您周末想交流的话 到这来 我觉得非常不幸 新名踏青第四站 固存公园 二号门 舌尖麻辣油 这个季节 也是吃螺丝的好季节 说到吃螺丝 朱家脚的螺丝宴 就不得不提了 各式各样的美味螺丝 加上古镇的美景 还不赶快跟着我们 一起去品尝一下 你看 这忙活半天 还是小有成就的 古有这个田螺姑娘呢 是勤俭持家 经由我螺丝妹妹 要来款待大家 说螺丝大家都吃过 但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如果说来朱家脚吃螺丝 是最肥美的时候 但是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来点 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搭配 赶紧跟我走吧 迪远站 古镇螺丝宴 方位锁定 朱家脚圆上楼 上帮里游 清明时节品螺丝 肉肥未先正当时 那条什么 对的 三层的螺丝 各有各的氛围 这个是点的什么螺丝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炸菜 跟这个叫什么螺丝 炸菜 是那种 就是菜心吗 还是 就是那个炸菜 菜心很小的 它口感跟炸菜一样吗 没有 它很清淡的 没有那种咸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的话 我们比较喜欢吃 这个有点像老干妈手法 老干妈 对比较辣 然后味道比较重 然后比较鲜咸 众所周知 在三四月份清明节前后 螺丝是最好吃的 喜欢吃螺丝的朋友 可要赶紧了 现在螺丝这个季节的话 是非常的肥美 特别鲜 几种鲜味混合在一起的 我们是当地人 三姓的话 我们在清明之前的话 家家夫妇都会 弄一些螺丝来吃 平常在家里边的话 螺丝都有什么做法 烧汤的 然后那个炒来吃 还有把螺丝里面的肉 挑出来 然后剁在那个肉里面 做成那个面筋啊什么 有很多种吃法 一会儿 你把那个酱 给我吃一下 打了我的手法 是不一样的 吃吗 这个酱 可以啊 你都过 你都会有区别人 每一只我 请你都 吃螺丝 看来这个螺丝 还真是名不虚传呢 刘大厨你好 我今天都已经夸下海口了 说要请大家 一桌螺丝业 所以你能给我多少种做法 最少有十几种吧 十几种 这可以啊 十几种能跟我们说的 大概都有什么品种 螺丝会菜头 我们这主打的 今天刚推出的 是这个吗 对 它是用哪个部分啊 这个是 上面很嫩的 只有这个 这一点点是吧 它的菜头 所以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 对 爽口 对 为什么想到把它跟螺丝一块儿生呢 这菜是清热解毒 现在很 实际的蔬菜 然后配上螺丝很鲜很嫩的 螺丝也是这个时候 是这样的吗 对 几月钟之前是 清明铁铁铁 你们这个螺丝选有讲究吗 有的 这是我们本地丁珊瑚的螺丝 我看刚每一桌 基本上都有点一种沙拉 就是好像是酱爆啊 还是有一点点汤汤舌水 那个叫什么呢 酱爆螺丝 这叫酱爆螺丝啊 它是用到什么呢 这个酱吗 它是用的这个酱 这是什么酱 秘质吗 对 这个是什么 好像 这是我们每道 红烧菜里面都有的配方 就是橙皮 每道红烧菜都放的 那是刚刚那个酱爆螺丝里面 放的 放的 不是我没有看见它出来是一片 我们给它切成很细的末 对 增香了 等于是 对对对 由于珠珈脚水质无污染 所以螺丝的肉质也格外鲜嫩 这一桌的螺丝燕啊 原来现在这个螺丝 可以有这么多花样来做 都是什么菜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最经典的 就是原来炒法 就是 不是也不是 因为我们自己的读的炒法 叫酱爆螺丝 汤子不一样的 很浓的 很浓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你是野生的黄扇两条 来威叫黄扇威螺丝 中间这一盘最大的这个 这个你 我们叫螺丝一壶仙 一壶仙 一壶仙 一壶仙里面有什么 都有哪种仙啊 野生的乌青阁下 有木耳 还有你这里传统的老豆腐 这个一盘东西 你就是非常实惠 而且非常经典的 清朴造头菜 第五站 朱家脚原香楼 古镇罗斯宴 话不多说 第六站 马上揭晓 大家好 我是特派员兵号 清明前后啊 正是这个出游踏青的好时机 所以接着给大家看 我来的这个地方 古色古香 然后那边的是那种 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就是上海非常有名的 朱家脚 这里啊 不光是风景非常的名人 而且你看 小吃也很多 各种各样的 接着啊 我就要带大家来淘一淘 朱家脚的特色小吃 清明踏青第六站 水香品渣肉 方位锁定 朱家脚美食街 上网里有 古色古香 小池流水 红烧渣肉 浓油赤酱 在朱家脚走走逛逛 不仅江南水乡的风景 可也不胜抽 这里的特产美食 也是眼花缭乱 大家看我身后啊 排队还蛮长的 我这个人啊 就爱凑热闹 一定是有美食 看看他们在买什么 阿姨 阿姨您好 打扰您一下 您在买什么呀 我们在买三女 沾这个吗 对呀 这是什么煮好的熟 五花肉呀 五花肉 之前吃过吗 我听人家说挺好吃的 就是不明而来咯 这个是 对对对 它味道怎么样啊 这个大概 肯定好吃的 买的挺多的了 挺好吃的 今天买了多少啊 今天买了八块 八块肉 八块肉啊 八块肉要多少钱 八块肉 没菜的 没菜的 三块五一个是吧 二十几块钱了是吧 对对对 好 这猪家咬的渣肉 可以说是远近闻名 不仅肉质肥美 更是浓油吃酱 典型的上海风味 比较糯吧 比较糯吧 比较糯 比较入味 肥瘦香肩 吃起来会油腻吗 它这个不油的 已经走油了 走油了 对对对 哇 这个颜色看着很诱人 这个炖的烂吗 这个 这个烂烂烂烂 烂的是吧 我闻一下 还有那个粽叶的那种 清香味果在外面 是 这么大一点 这个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这是什么肉 五花肉是吧 五花肉的 这是怎么做的呀 这个 把粽叶和那个 橙子扎起来 一块一块 大概多大一块 能拿起来 给我们看一下 单独拿肉 为什么要这种选 这种有肥有瘦的呀 有味是吗 吃起来香呀 很鹿的 所以一样五花肉是吧 它这个肉就买了 要腌制吗 就这样扎好了以后 然后把它测水 然后呢 测好水以后 把酱油啊 味精啊 调料什么东西 就放在里面 其实五花肉 本来人感觉应该还是 就是肥瘦相间嘛 但是这样你看 用这个小叶子 这样包裹一下之后 感觉一下就很轻巧啊 那样一锅要煮多久啊 煮啊 我要煮三个小时了 一锅三个小时啊 蒙呀 要蒙烧的呀 汁水 盛清净吧 一锅大概多少个呀 这个一个啊 这样一锅 我煮过在 280个左右吧 280个一锅 三小时的焖煮 优质的五花肉 上等的酱油和糖 调制出最纯正的 猪家饺风味 让我们的特派员 赶紧尝尝吧 看上这个味道怎么样 嗯 五花肉是就是 在有那种肥肥的 然后有一点点瘦瘦的 但是 它这个肥肉 你看 炖得超烂的那种 就是 然后到嘴巴里面 感觉就化掉了 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很油 那瘦的还没有嚼劲的 关键是阿姨刚刚说啊 这样一锅要焖将近三个多小时 所以说 它那个汤汤舌尝的味道 已经全部都进去了 你看这个色泽 哇 油猫猫 买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要浇点汁啊 我浇点汁看看好不好 好的 加一点点哈 哦 浇点汁 感觉更不一样了 嗯 你看到吗 我这个肥肉是要吸到 嗯 像吸果冻一样 然后把上面这层肥肉吸到 然后一点也不觉得油 这个颜色可以做唇膏了 浓油赤酱 肥而不腻 如果你踏青来到出家角 不妨带上两块渣肉尝尝 新鸣踏青第六站 水箱品渣肉 出家角美食街 春天是万物复苏 也是吃野菜的好时节 趁着小长假的最后时间 大家也可以选择 去崇鸣娃娃野菜 来一个崇鸣生态油 没有 没有呀 我在挖野菜呢 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不认识在找什么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 认识 那我们一起挖好吧 我说杨吕 都知道你喜欢结交新朋友 今天怎么背着大包大锅的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 郊外挖野菜的准备功夫了 第七站 踏青巡野菜 方位锁定 崇鸣东平森林公园 上榜里游 春天万物复苏 十粒野菜最当猴 就是母灯灯 母灯灯 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 母灯灯是没有的 只有我们崇鸣有 而且只有森林公园有 只有这边才有 母灯灯 母灯灯是哪里画 崇鸣话 崇鸣话叫母灯灯 普通话怎么念 母灯灯啊 母灯灯 普通话也叫母灯灯 对 那你们这个母灯灯 平时都怎么吃 就炒着吃 炒着吃 青草只有一种东西方法吧 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崇鸣的东平森林公园 你能看到满地的野菜 在这个春意昂然的季节 更是采挖的好时机 你现在挖的是什么 它叫猫耳朵 猫耳朵 崇鸣话怎么讲 猫尼朵 猫尼朵 那这个 它为什么会叫猫尼朵 看哦 你发现这个叶子上面 有点毛茸茸的 这个毛的感觉 有点毛毛的 就像小猫那种 上面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所以称之为猫耳朵 所以称之为猫耳朵 对 非常形象的 它味道是怎么样的 味道啊 很清爽 等大家都挖掘好各种野菜后 我们的羊鲤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秀一秀自己的厨艺了 油的已经这个样子了 碰到这种情况 有这个火出来不要着急 你看 你看没事不要着急 有水吗 放点水浇一下就好了 不能用 不能用 焦了吗 焦了 焦了 火小一点 火小一点 现在这个野菜味多浓郁啊 晴晴你看 要不我们还要去老地方吃吧 杨鲤你慢慢刷我们走了啊 拜拜 你们去哪儿 老地方见 看起来好像也不好吃 等我 等我 我说杨鲤啊 你这厨艺也太跌脚了吧 老地方其实就是公园中的饭店 可以让店家帮忙加工 就这样才可以尝到最新鲜 最可口的实例蔬菜 现在周仓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今天挖到的野菜烧出来的菜是吗 好迫切 期待我吃出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来到的叫做 还记得吧 exploration 是吧 好有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银鱼银鱼 银鱼 对 这套菜叫做银鱼席菜跑蛋 银鱼席菜跑蛋 对 好很期待 这叫扣头烧饼 扣头烧饼 扣头烧饼 对 好 我现在非常的迫切 你推荐我先尝这个是吧 拐 拐 这个我以前从来听都没有听过的 来 你们也吃 你们也吃 别客气 没见过的 什么味道 香蕉怎么样 入口之后觉得野菜味非常的重 然后你就会吃出那种泥土的气息 但是你咬上去会觉得 跟平时我们吃到的那些野菜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特别有嚼劲 感觉你要在嘴里面咬很久 如果是我吃这道菜的话 可能我会把里面所有的有营养的汁水 全部吸走之后 不会把嚼不断的这种野菜再把它吐掉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了 我决定把它带回上海 跟我的朋友同事一起来分享一下 刚刚第七站我们带大家去挖的野菜 其实除了野菜之外 崇明的鱼也是非常的鲜美 今天杨吕你可是有口福了 来到了著名的崇明明珠湖 除了风景又美 而且还是一个有着许多百岁鱼的淡水湖 第八站休闲垂吊计方位锁定 崇明明珠湖上榜里游 风景秀丽度假休闲好序处 空气清新太享受这样的时光了 你看这里就是明珠湖 明珠湖 它是天然的吗 天然的淡水湖 里面的野鱼特别的多 所以说水好鱼才好对不对 人更美啊 效果啊 对啊 我们刚才在那个博物馆 是博物馆吗 对对对 博物馆看到的鱼 基本上这里面都有 就是这个里面的 对对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些鱼啊 吃啊 吃啊 我们得去那边餐厅才能吃到的 餐厅里啊 对啊 餐厅里有这么大的一百多斤那个鱼吗 没有一百多斤的鱼啊 全在这里面 在这里啊 对很多呢 那我们是要去打鱼吗 对啊 你看你看那里那里 那里 那边 湖上那个 湖上那个 那个是打鱼的地方吗 对对对 哦 我今天就要吃这个一百多斤的鱼 这样吧 你陪我去打鱼好吧 哦不去太帅了 你陪我去了 不去 好的去吧去吧 女人都是颤变的 我们去打鱼 每次出发去打鱼 总能让养女兴奋不已 来 出发前先互相鼓励一番吧 一切准备就去 来 上船吧 这个码头是特意供游客体验捕捞的 听说还真有人在这儿 捞到了一条很大的鱼 不知今天我们的运气又将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哪有鱼啊 拉 实际上拉 我看你今天能不能 没事吧 你们头吗 啊 等一下 拉快拉快拉 我好像看到了 哦 是两条鱼 是两条鱼 来来来 有鱼 有鱼 想不到我们帅帅竟然还捞到两条鱼 不行 这个鱼子太小 手太短了 我真的两条小跟我讲吗 这么大的鱼 哎呀 这叫什么鱼 这个好像就是传说中的花莲鱼头 哇 你们看到这个嘴巴 张开 跟大家打一招呼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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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喽 你们好吗 哈喽 哈我 在这个风河日历的季节 迺不出游就来不及了 聪明当地的农家菜 口味绝对浓郁 而明珠福的特色菜 还带有一丝丝丝味 真是与众不同啊 这个大鱼 就是要用大鱼来烤 你看到没有 超大 我们刚才 我们现在吃第一条鱼 是是是 花莲 大鱼 就是我们刚才 扶上来 你那个超大的那条鱼 很大的一条鱼 就是这个 超新美的 再来尝一口 再来尝一口 干杯干杯干杯 啊 野生的就是不一样 整一个鲜字了得 这个汤真的是 非常的鲜 尝一下这个鱼 嗯 这鱼 有没有吃出野生的味道 对对 而且它那么大 还是那么嫩 对对对 鱼肉非常嫩 你会感觉在口里面 非常细腻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非常鲜嫩 最重要的是 这个鱼头 因为是鱼头 所以你吃不到字 然后这个鱼 特别鲜 好好好 这一道是什么 这个叫清蒸鲑鱼 鲑鱼 对 桃花流水 鲑鱼肥 对对对 说的就是这个季节 吃鲑鱼最肥最嫩的 最肥最肥的 对 再给我介绍一下这个 这一个油豆腐烧田螺烧鱼 烧鱼肥鱼 它算是本地的 它有虾 对 这个是特别鲜 特别鲜 好吃吧 超鲜 所以我觉得在节假日的时候 你不妨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带上你的情人等等都可以 然后来到这边来捕鱼 来这边感受这个春天 这个季节 对吧 第八站 重鸣明珠湖 休闲垂跳季 蛇山 故村 朱家角 重鸣 咱们已经带大家在上海的周边 玩了一圈了 但是这近郊游 怎么能忘了金山呢 接下来就跟着我去金山 来个赏花自主游吧 哎呀 春天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我今天啊 一发力 从市区跑到了金山 这片空气真是好啊 在马路边跑步 都能闻见镇镇的花香 因为据说 现在正是花开的季节 赏花在哪里呢 看 游此十公里 秦明踏青第九站 赏花自主游 锁定方位 金山廊下生态园 上榜里游 田野百花争宴 品尝十粒农家菜 虽说从市区跑过来 有点夸张 但是这个季节 金山这的风光 用满园春色 关不住来清容 却一点也不夸张 趁着秦明小长假 约上三五好友 踏青游玩 这里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这里不仅有春色可以欣赏 更有新鲜的蔬菜可以采摘 已经开机了 好好走 刚刚穿过了一片花海 现在来到了一块菜园 我跟你说 这边这些菜是可以随便采摘的 而且你采摘完了之后 还可以自己加工了吃 吃地里刚摘的菜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 虽然不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感觉 但是采不到菜的感觉 我是很清楚的 我说你怎么采呢 手应该是不能拔吧 这回 拔不起来 阿婆 阿婆你好 你好 来来来 你好 您这是看见我在这儿采菜的 是吧 关键时刻 还是阿姨来帮忙 连到一挥就下来了 也难怪我拔不出来 这边的这边的话 因为特别新鲜 所以大家都吃这个莴笋叶子 是吧 莴笋叶子可以好吃的 莴笋叶子好吃对吧 你们可以呢 可以一年一年可以好吃的 那么苏们也可以好吃 可是苏们可以吃苏 苏和苏 反正我喜欢怎么吃呢 先把辣椒 我喜欢把干辣椒 干辣椒先呛一下 然后再炒它 然后再放点水 这里的农家乐 提供自主式一条龙腹 也就是从生活做饭 到洗菜切肉 都是自己动手 看我这个架势 还挺像的吧 不过呢 这个味道呢 真的是非常不错 我做一个菜 怎么所有人都咳嗽 往外跑呢 多香的味道 好了 好了 它这个火力够大 所以这个蔬菜很快就熟了 水分全部锁在里面 再加上又是刚刚从地里摘上来的 经过我的巧手这么一加工 味道真是棒极了 来来来 来尝一尝 非常好吃 好好吃 快的 你尝一尝 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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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绝对好吃 怎么咸呢 谦虚地说 我这个手艺还是有待提高 不过大家也别担心 如果对自己的烹饪手艺不放心 也可以让这里的阿姨帮忙 新鲜的食材加上地道的农家口味 绝对不需此行 看看这一桌土菜 鸡鸭鱼肉基本上全部都有 而且他们全部都不是我烧的 除了这一道 所以我的这道川味农家菜 和这几道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还是很香的 关键我跟您说 在这您可以自己采摘蔬菜 自己来加工 你看咱们这么一桌菜 可以共七八个人吃 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好 多适合踏青 三五好友成群结队 咱们往农村郊区走一走 然后到这样的农家 坐上一桌这样的农家的土菜 大家一起在一块 享受一下田野的感觉 多么的棒 既然来到了金山 怎么能不去沙滩走走 吹吹海风吃吃海鲜呢 别急 这最后一站 我们就去金山吃海鲜大餐了 来到金山的海边 很多人已经到沙滩上 去享受到午后的阳光了 可是我已经忙活了起来 我只要做鲜苦后天 因为来到金山 你不得不吃的就是 金山的海鲜 你看我刚刚收获了满满的一船鱼 马上就能够上桌了 赶快去卸货吧 来了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安上走 恩恩爱爱 钱圣当悠悠 清明踏青第十战 踏浪海鲜游 左定方位 金山嘴鱼村 上榜里游 逍遥沙滩吹海风 尝遍海鲜一条街 来到金山廊下这个地方 海鲜是这里的特产 这里的渔民 世代出海打鱼 享受着大自然最鲜美的馈赠 跟你说 金山海边的这些餐厅很有意思 一进来有一个很大的大堂 干嘛的呢 挑鱼的 你看看这边 都是各种各样 不同种类的海鲜 有鱼有蚌有虾 年纪这种比较好 我还真是看不出来眼花聊乱 问一问 您好您好您好 打扰一下 您是店里的这个 老板娘是吧 对对对对 好多人看啊 一看就看中你老板娘 没有一问啊 像你们金山啊 哪些鱼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那我们就像那个这个香鱼 这个香鱼现在那个季节呢最好的 又新鲜又好吃又嫩 多新鲜啊 刚才上扎起来的就肯定新鲜了 对吧 那你们这哪些海鲜是就是每天是刚抓起来的 那像这个香鱼啊 还有苍鱼啊 还有那个打鱼啊 都很好的 都是每天早上渔民去打捞起来的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哦 不错不错不错 特别那个清蒸啊 那个虾鱼清蒸啊特别好 清蒸 那个那个鲜鱼呢 有的红烧有的清蒸 都特别鲜 那虾类的话呢 虾类我们就是呢 我们自己炸起来的那个白米虾 这个白米虾是我们自己材上扎起来的 野生的又鲜又嫩 嗯 只要盐水一煮就好吃 最基本的一个煮法就行 就是要盐水煮就好吃 野生白米虾 对的 哦 哎 你刚刚说有一个什么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小杂鱼啊 小杂鱼啊 小杂鱼呢 就是这种 像这种呢 我们这里很近的杂鱼呢 像这个鱼叫卤骨鱼 放在一起 还有那个馒头鱼啊 还有那个呢 这种 放在一起烧 就是各种不同种类的小鱼 小鱼挂在一起 又鲜又嫩 哎呀 嗯 这里的海鲜品种很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当天捕捞的 新鲜程度可想而知 而且很多经营海鲜的饭馆都没有菜单 来了以后在这先挑 就是做品种嘛 那他们自己挑 那么我们总会一般介绍呢 就是本地的特产 比较鲜比较嫩 对吧 总会好 那没有菜单 就是光看这个海鲜去吧 对对 什么种类 好比我刚刚那几种 那个什么鱼 像那个虾鱼 一般我就给它们清蒸 虾鱼清蒸 杂鱼呢 杂鱼总会红烧好吃一点 虾的话 下面就有盐水 有的嘛 还有那个 那个葱油啊 葱油 都有的 野生白米虾 肉质鲜嫩 最适合原味烹饪 加上少许葱姜 盐水一煮就能上桌 而红烧杂鱼 则让不同的鲜味混合交融 配上鲜酱油和辣酱 芳香异常 你看啊 这个三道菜全部上桌了 其实我对这个小杂鱼 非常感兴趣 因为呢 在江苏的淮安一带啊 当地的渔民啊 他们捞的是这个淡水鱼 他们也会这样烧 所以我很好奇说 海水里的小杂鱼 烧出来什么味道呢 赶快来尝一尝啊 因为这个小鱼的肉质啊 非常嫩 所以你入嘴之后 稍微一抿 哇 那个肉就全部抿起来了 而且一点大刺都没有 你完全没有担心 会被卡住 更关键的是哦 因为你看 他们烧的时候 放了很多酱油啊 放了很多糖啊 来烧 可是依然没有破坏 这个鱼本身的鲜味 所以我觉得 这道菜啊 真的味道非常的棒 而且呢 坐在这个餐厅里面呢 那边看过去 就是茫茫的大海 哇 看着海面 吹着海风 吃着海鲜 多棒的感觉啊 清明踏青地实战 踏浪海鲜油 金山嘴渔村 这些天正值清明成假 在这个春暖花开 花草返青的季节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携伴近郊同游 远离市区的车水马龙 反扑归真去到近郊 赏赏美景 尝尝农家菜 与家人好友 一同体会来自 大自然的幸福气息 春天里 郊外出游 开一台菜车 开累了 还能赏一赏桃源美景 附近的农家乐 菜品丰富 食料也别具当地特色 眼福口福两全其美 第一站 松江桃源农庄 赛车农家乐 春一盎然 走进陈山植物园 各种花色蒸汽豆腌 趁大好时光 吃个石令兰花笋 咬口清脆 最关键 味道灵光 第二站 陈山植物园 花海生态油 固村公园赏樱花 人满为患 小吃一条街 各种地方美食 站满街边 吸引众多 踏青游客水捧 热热闹闹 轻松惬意 第三站 固村公园 浪漫樱花油 逛完固村公园 去农乡重庆火锅 吃上一回 见证怀旧老锅底 温速搭配一块帅 绝对是周末 踏青后的好去处 第四站 固村公园 二号门 舌尖麻辣油 清明前后 螺丝绝对是 最实力的一道菜了 来到古镇 水乡朱家角 怎能不品尝一下 由当地师傅 做的各种螺丝宴呢 一个子鲜 第五站 朱家角圆香楼 古镇螺丝宴 来到古色古乡的 水乡朱家角 怎能不想到 当地的渣肉呢 浓油吃酱 肥瘦香煎 浇上原汁 就像吃这 糯糯的粽子肉 第六站 朱家角美食街 水乡品渣肉 趁着假期 不妨来到 崇明森林公园 满地的野菜 各种各样 自己动手采摘 还可以当场炒来吃 第一时间 尝到鲜 第七站 崇明东平森林公园 踏青群野菜 接着是在 崇明非常著名的 淡水湖 明珠湖畔 和朋友一起 在湖光美景中 钓钓鱼 感受一番 假热的气息 第八站 崇明明珠湖 休闲锤钓剂 走在田间 周围都是 农家自己 种植的蔬果 在这里 可以自己采摘 然后自己加工 邀上三五知己 来这儿感受一下 农家乐 带来的不同体验 第九站 金山廊下生态园 赏花子煮油 摆脱城市生活 趁着好天气 不妨来金山的渔村 那里有着 海鲜一条街的美誉 每天都有着 刚补牢上来的 各式新鲜海味 第十站 金山嘴渔村 踏浪海鲜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我们今天 向你介绍的 亲民踏青 能够给你的 这个小长假 带来好心情 下周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 人气美食 记住 人气美食 教您把幸福生活 吃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